新年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过年嘛 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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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伯拉人他们就把余月节称为余月节 过年 过年 就是你胜过这个年兽 这里发生什么事 上帝拯救了他们 所以以色列人称为余月节 我们胜过这个年兽 所以我们说过年 而除夕那天是一年最重要的日子 不管是犹太人或华人都一样 为什么因为上帝来拯救我们 上帝在我们摆脱撒旦那灭命的 我们的全家人一起来庆祝 来我们拍手包 我们要归给耶稣 胜利的呼喊 第五点 这个你喜欢的哦 红包 红包 古代中国在新年那一天 长辈都给孩子们一百个铜钱 而且用一条红线细着 而且用一条红线细着 这个称为压岁钱 压岁钱 是希望你可以长命百岁 因此是因为我们的华人很喜欢祝福的 华人的传统有好的有坏的 有时候华人也很喜欢咒诅的 我们也喜欢说死死死死死 你去死吧 爱死你了 累死你了 连爱也要说死 累死我了 但是华人穿统一开始 我们学会懂得怎么样祝福 所以每个新年的长辈都跟孩子们说 你们会长命百岁 我们的心中是要活得永永远远的 历史当中 这个红线也代表着 一色保鲜流出来 红线就像是血滴下来一样 约续小记二章十八节 这里说到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 你要把这条猪红线 系在追我们下去的窗户上 不要使你的父母弟兄 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 透过一条红线 他和他一家人都得救了 红线代表的是救恩 不单单是长寿 耶稣死在乡上 给我们永生 Hallelujah 他留下保鲜 在我们永永远远活在神的同在里 以福所书一章七节告诉我们 印在他的血我们蒙救赎 约翰一章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今天我们不再用红线来系这个铜钱 我们是把钱放在红包里面 但故事还是一样的 因为耶稣在十架上的作为 We can live forever and have eternal life Hallelujah 我们可以活得长长永永永生 Amen Come on Let's give the Lord a big hand We is a热烈拍掌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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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